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北美巡路 迷路 驼路等等 别看白天里他们文文清清慢慢悠悠的样子 晚上开车遇见他们的时候要格外的小心 因为他们非常喜欢和骑驰的车赛跑 非要超过车然后在车前横穿马路 迷路是陆科中身体最大的动物之一 雄性迷路它的大鸡脚每年都会脱落 然后再长出新的鹿脚 它们一般栖息在森林和森林的边缘 以草 植物 树皮 树叶为食 成年的迷路一般都是待在单性的迷路群体中 所以常常我们看到的要不就是一波雄性迷路 要不就是一波雄性迷路 注意 它们突然看着对方不太顺眼 准备动物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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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一直纳闷 鹿的小身板如何抵御加拿大冬天的寒冷气候 后来才知道他们到了秋天 身体里会额外长出浓密的毛发来抵御严寒 陀鹿通常是独居动物 而且动作非常的缓慢 属于那种能坐着就不站着 但是如果生气或受到惊吓 他们可能会变得非常好斗 而且能够迅速离开 他们的天敌通常是灰狼和熊 别误会现在放的是快动作 Grizzly 灰熊和北美棕熊应该是一类的 在洛基山脉 除了黏着妈妈的小熊以外 灰熊 棕熊通常都是独行侠 如果在路上看见了熊妈妈带着小熊 要格外的小心 因为妈妈会担心小熊的安全 误以为你要攻击它们 而首先攻击你 看这母子俩的神态一模一样 还真有点心灵感应的意思 灰熊 棕熊每年需要冬眠五到七个月 在这段时间里 雌性的熊生下小熊 然后小熊在妈妈那里喝奶 并在剩余的休眠期增加力量 为了准备冬眠 灰熊必须准备好一个巢穴 而且吃大量的食物 因为在冬年期期间 它们不吃东西 而且也不排便排尿 它们需要增加180公斤的重量 用于未来的消耗 然后它们会在潮雪前等待大雪 有了大雪的掩护 就可以减少捕猎着 找到它们洞穴的机会 它们的洞穴通常是在 海拔1800米以上朝北的斜坡上 洛基山脉的灰熊 一年里有一半的时间 都得待在巢穴里 那么沿海的灰熊条件就好多了 因为它们有更多的食物来源 所以在巢穴里花的时间 就可以少很多 而且还有一些地方 全年的食物都非常的丰富 灰熊就可以完全没有冬眠 看它们准备过马路了 注意安全 一停二看三通过 美国黑熊是世界上最常见的熊种 皮毛虽然通常是黑色的 但并不总是这种颜色 在洛基山脉也曾经看见过白色的熊 别看黑熊身材魁梧 它们的主要食物来源是松子 蘑菇和浆果 跟灰宗熊它们相比 它可是弱势群体 如果路上不期而遇 它们要不转身就跑 要不就爬上树躲避 黑熊通常不会对抗灰熊 只有在边屋选择 面对比较小的灰熊时 才可能会保卫自己而战斗 在2013年CBC曾经报道过 半腹的一个棕熊 吃掉了一个黑熊 大脚绵羊 以公羊所携带的大而弯曲的脚命名 其实母羊也有脚 只是它们的脚比较的短 而且弯度比较小 由于大脚羊无法穿越深雪 所以它们更喜欢干燥的斜坡 它们非常善于攀登陡峭的地形 并在那里寻找掩护 躲避它们天敌的捕杀 这些羊在吃草的过程中 到处寻找天然的盐子 因为那里有它们所需要的矿物质 所以当你看到马路上成群的羊 在那里蒙田马路地面时 不要感到惊奇 那里有冬天化学用的盐 留下来的痕迹 200多年前 大脚羊遍布了美国西部 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北部 数量大概有15万到20万头 但是由于狩猎不受管制 栖息地受到破坏 还有牧场过度放牧 以及传染病等等 都导致了它们数量的迅速下降 到了19世纪初 它们的数量下降到只有几千头 所以美国和加拿大都开始了拯救行动 虽然现在仍然可以狩猎大脚羊 但是其行动要受到严格的管控 大脚羊是位于蒙他那州 一个美洲原住民部落 最受尊重的动物之一 有本介绍大脚侠谷国家游览区的书中 讲述过一个古老的传说 一个被邪灵迷惑的人 想把部落年轻的继承人推下悬崖 但这位年轻的继承人却被树木拦住 然后被大脚羊救下 另外一个大脚羊赋予了它力量 智慧 敏锐的眼睛 坚定的步伐 灵敏的耳朵 和坚强的心 后来它成了部落的首领 它告诉部落的人 只要大脚河一直蜿蜒流淌 它的人民将永远生存不息 关于大脚羊 还有很多奇闻异事 我会专门做一集影片来分享这些 如果朋友们想跟随我一起浏览 加拿大国家公园里 更多的山山水水 请接下来看我分享的更多影片 下一集我们一起看看 从卡尔家里开车到Jasper的路上 有哪些必须停下来一看的美景 也欢迎朋友们转发点赞 谢谢大家